欣怡 今天天气好热 好像把衣服通通都脱掉 好热你要不要去把空调调低一点 可是 可是 我是发自内心的 热 那你要不要去喝冰水 好热 丞下 你 要不要去找別的女人 妳說什麼 我說 你要不要 再說一次我就掐死你了 可是 夠了 再說生氣了 我要去睡了 等一下等妳關 溫度調低一點 玩爆血管 對不起 晨熙的爸爸爺爺 還有爺爺的爺爺 還有爺爺的爸爸的爺爺 還有爺爺的爺爺 真的很對不起 因為我太喜歡晨熙了 所以說什麼都要嫁給他 可是我卻沒有辦法 幫晨熙生一個孩子 幹嘛 浴四百零一匹 那種傷口自殺用了 你幹嘛 你幹嘛 不好笑 算我錯 不要笑 晨熙 我不是皇帝了 你不要把自己弄得那麼緊張 稀稀的好不好 可是我們都已經試了這麼久 我真的不建議不能生孩子 其實我反而有點高興 你不能生小孩 騙人 是真的 你想想看 那時候我們結婚的時候 你是金燕米的媽媽 而我是金燕米的爸爸 可是現在不一樣 對我來說 你是一個女人 而我是一個男人 我們是因為彼此喜歡 才會結婚的 能夠跟喜歡的人永遠在一起 才是最理想的婚姻 你 我們四十歲的時候還是兩個人 五十歲的時候還是兩個人 六十歲 七十歲還是兩個人 你不會覺得很孤單嗎 你怎麼不這樣想 四十歲的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工作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一起分享 等到五十歲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去環球旅行 可以一起開心 一起歡樂 到六十歲我們都走不動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聽音樂會 然後一起去看世界各地的展覽 而且我知道我七十歲的時候 會住在同一間病房裡 每天提醒對方 你今天吃飯了沒有 等我寫下嗎 好 我只要跟我的陳欣憶 永遠在一起就好了 好吧 要睡覺了吧 這麼很不睡 這樣跑出來很嚇人 走了 陳欣憲的爺爺 我知道陳欣不在乎 可是我真的真的 很想要幫季家生一個孫子 想幫傳承換一個包裝 拜託 陳欣憲 走 去找 哈囉 小姐 這是妳今天需要的資料 好 謝謝 走 陳欣憲怎麼了 怎麼了 我肚子好痛 我的肚子好痛 沒事吧 陳欣憲 欣憲醫生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 陳欣憲 你真的很不懂得提訓你老婆 我 從一開始你就很不在乎她 不陪她殘減 不在乎她的心情 你簡直是台灣壞男人的代表 壞男人代表 對 陳欣憲 你到底在心裡又做了什麼 你又做了什麼 陳欣憲 我什麼也沒做 你什麼也沒做 你什麼也沒做 你會把那條混倒 不是 怎麼會 我對她很好 我講她什麼事都不要做 對 什麼事都不要做是不是 對 什麼事都不要做的話 她會昏倒嗎 我 你知道現在 可怕 不是 好醫生 那欣憲到底怎麼了 她沒怎麼了 她生病了嗎 她沒生病 不是 那 她懷孕了 好醫生 現在不是開這種玩笑的時候 不是開這種玩笑 誰在跟你開玩笑 不是 不是什麼 是你醫生還我醫生 你 你 好醫生 陳欣憲之前也去度過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的報告說 她懷孕的機會是維護其為 OK 是在哪一家 哪一家檢查的 你 好安心健檢中心 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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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心的我幹嘛 這是什麼 這是你的小孩 還不滿一個月 我告訴你 這一次你要好好的照顧 我知道 會 除了定期帶老婆來產檢之外 別忘了 帶老婆到媽媽教室 我知道 等等 等一下 我要當爸爸 我 你當爸爸 對啊 我 趕快 趕快去照顧你老婆 怎麼了嗎 醫生說 你肚子裡面長的怪東西 什麼怪東西 不知道 她只說 大概十個月以後自己會蹦出來 你看 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說的話妳不信 好意思說那種應該要嘗試了吧 你看 可是 可是我的健康檢查說 她健康檢查騙人的 那醫生都被抓了好不好 他們只是要騙妳買藥 做一些無所謂的治療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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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真的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我 我 不是我在說 以後叫張穆良 不要這麼貪小便宜好不好 幹嘛 不能陪陪張穆良 我好感謝 好安心健檢重心 是開心到瘋掉了 她騙我們 要不是有他們這間黑店 我怎麼會知道你這麼愛我 你是一個這麼喜歡小孩子的人 你愛我愛到 你愛我愛到 明明知道我不認識 你還願意娶我 你怎麼會這麼愛我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誠心一樣 你不要告訴我 有到現在才知道我這麼愛你 不要哭哭臭 我哭哭 哎呦